我是皇冠教育中心中心长 同时也是新科玫瑰大师陈慧平 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上台做会员分享 我在四年前的时候加入了爱多美 其实我本身是一位国文老师 我专门教文言文跟作文 现在大陆最夯的经典 我以前还没正式经营爱多美的时候 我自己经营补习班 我是高雄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以及文学博士的候选人 所以以我的学历教国文是非常正常的 为什么会加入爱多美 其实很特别的 因为慧平喜欢讲历史故事 还有很喜欢跟学生上课 所以补习班的生意真的是蓬勃发展 学生非常多 所以有一句话说电好人倒 健康就亮起了红灯 那在这个寻寻觅觅觅了很多的这个养生的方法 可是呢都找不到好的一个健身的一个方式 记得那时候众医师帮我把麦的时候就说 你呢这个内分泌失调 所以呢慧平那个时候是一直一直一直胖起来 如果在场的大家 很多人应该有看过我以前的照片 有吧 很多我之前上那个成功学院的时候 有好多人都带人来说 这个就是慧平 这个就是他的本尊 我都嫩嫩的 他说为什么 因为呢原来大家都看过我以前的相片 那呢内分泌失调 接下来众医师又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 他说如果你在不调理你的身体 不久之后你更年期就到了 哇这三个字好震撼对不对 女生听到这三个字心里就开始 啊好紧张对不对 当场哦那一天我马上买了五箱24瓶的 四物饮回去吃 每天喝了两三瓶哦 可是一点见效都没有 有一天我的推荐人 就跟我分享了蜂蜜饮 那蜂蜜饮呢刚开始 我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 就是有一天上课 连续上了两三堂课下来 我整个头鱼目眩想吐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继续上课了 我跟我先生说 我下一节课要请代课老师了 结果呢我先生说 人家说这个蜂蜜饮很好 赶快吃一包 我当下真的就吃了那一包 就是因为那一包 让我怎么样 哇爱上了爱多美 产品很好 就吃就好了啊 是吧 吃就好了 为什么想要经营呢 其实很多人看惠评 都觉得我是人生胜利主 为什么 我有很好的学经历 有很好的事业 有很好的美满的家庭 所以大家都觉得 我应该生活的不错 其实生活的还真的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梦想 一直没办法达成 就是我的时间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人生胜利主 我常常都说 我不是 其实我是人生胜利主 哪一组呢 自己努力的这一组 为什么 其实惠评是担心的小孩 我的父亲从我 在我国小56的时候就过世了 过世了之后呢 我的妈妈带着四个小孩 我是老大 所以呢 其实我国小一毕业 我就没有上课了 我就没有在学校上课了 我就自己出去找工作 所以我的国中高中大学 都是半工半读 自己读上来的 然后甚至于读到硕士博士 这一切都是自己这样子努力 为什么要读到博士 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太辛苦了 虽然呢 是单亲的家庭 我觉得只要自己要 绝对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 就这样读书 读到了博士 可是我发现 我的经济状况越好 可是我离家的距离越远了 我是台北 我是中和人 一路上一直读 读到了高雄师范大学 所以离家越来越远了 后来呢 经营补习班 每年我大约只能够回去两三次 所以那个时间非常非常少 可是当我接触到爱多美之后 有这八个字让我觉得我想要投入 哪八个字知道吗 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 这个是影响我想要经营爱多美的梦想 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妈妈 所以呢 在爱多美我看到了什么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 如果你想要经营 我可以去国外引进一个品牌 让你当CEO 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 当老板 我当过啦 创业 创业维艰耶 真的 当老板好辛苦哦 24小时待命 是不是 那个 如果你自己当CEO 你可能要去做市场的开发 然后呢 还要去找产品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能还要去想很多的公司制度 这些太辛苦了 我不想要再走以前创业的路 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在爱多美多好 每年都有新的市场开发 是不是 目前是不是有13个国家了 然后呢 每个月 常常都有新的产品 严选出来的产品上市 然后呢 我只要做什么 而且公司的制度非常的完善 我只要做什么 快乐的分享就好了 快乐的分享 然后照顾我的伙伴 我就 我就只做这两件事 多轻松 多自在 多好的生活 所以呢 我觉得我在爱多美 学习到很多很多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团结力 齐心合力的感觉 在爱多美呢 我看到了未来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可以时间自由 因为经营爱多美 所以我可以常常往返 往返这个台北 那本来 我都是兼职的 就是兼职的 可能两个礼拜就回去台北一次 那后来呢 在去年的六月 我正式的把我的补习班 结束营业 也不是结束啦 就是盘让给朋友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就是决心 是在去年三月 我的母亲就跌倒了 然后呢 流了一滩血 我看了那滩血之后 我跟我先生说 我一定要全心做爱多美了 对 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气 的契机 我其实补习班 就是说教育小孩 是我的最爱 那时候我要结束 就是要盘让 把补习班盘让出去 其实心如刀割 你知道我办那个说明会 跟我的家长 跟我的学生说 啊 惠平老师 这个补习班 可能要盘让给别人 你知道当下 家长也哭 小孩也哭 我也哭 很难过 可是呢 我觉得 每个人在每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一个 人生的方向目标 那我觉得 我选择了爱多美 因为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 可以要到 我要的时间上的自由 财富上的自由 我妈妈呢 看我把补习班 这个结束之后 她很担心 因为呢 几十年来的底 一下子结束 然后呢 要投入一个 真的是陌生的 我从来没有做过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直销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直销的制度 太不人性化了 要首购 然后每个月要重销 我就觉得 那是不平不义的一个公司制度 可是在爱多美 我为什么可以 这么容易的 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制度 我觉得在这里 真的 她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天堂 你知道 惠平以前 皮肤状况非常不好 我想问一下在座 你们现在看到我的皮肤怎么样 很漂亮是不是 很亮对不对 以前的惠平不是这样 以前呢 我从国中开始 我就开始去 给人家挤痘痘 一天到晚都要 一定要挤痘痘 而且呢 这个压力更大的时候 一个礼拜要挤一次 一次呢 去呢 一千块 所以我光一个礼拜的 一个月的挤痘痘 就挤了多少 三四千块 然后呢 还有保养品的钱 所以大约五 这个三四个月 就要去刷卡 刷好几万的保养费 可是呢 接触到爱多美之后 我真的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产品 那个时候刚开始 只有六建筑 二五六零 两千五百六十 以前一瓶 一瓶专柜的化妆水 就没了 所以我就觉得 在这个地方 你不但呢 让自己变健康 而且变漂亮 而且荷包 省了荷包 还赚了钱 这么好的平台 要不要做 要做对不对 而且呢 还有海外的市场 我呢 我一直在觉得说 我来爱多美 我可以有怎么样的成就 你知道 我无形当中 我的伙伴 可能延伸到了 美国 日本 这个韩国 很多个国家 都有我的伙伴 可是这些人 我认识吗 不认识 是因为有爱多美 这个平台 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跟这个外国连线 以前呢 曾经有人 来补习班 找我要去大陆 合开书院 为什么 因为四书五经 现在在大陆非常夯 对不对 那个时候 我都不敢去 为什么 因为怕被骗 这个一笔钱拿去 不晓得可不可以回收 可是现在 我敢不敢去 我很想去 因为呢 有这样的平台 你呢 我真的不用什么 害怕 不用担心 不用说去到那边 会被骗或做什么 这一切都是爱多美给我的 所以呢 在爱多美 我真的做得很快乐 而且逆龄了 六七年前 没看到我的人 现在看到我 都说 惠平 你怎么做这么大 做什么做这么大 知道吗 他们以为我去医美 去整容 所以我就跟他说 没有哦 我全部都是靠爱多美 帮我怎么样 翻转我的健康 然后让我漂亮 让我健康 美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爱多美的这个平台 让我觉得 我非常的开心 皇冠教育中心 在二月十号的时候开幕 我们高雄的 那个高雄师范大学的校长 也来了 他觉得 这样的网路平台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事业 那在这边呢 也要 就是祝福大家 我希望我们大家 二零一九呢 都活活红红的 然后呢 大家都一起到 顶峰相见 皇冠加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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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